我车6点20才到台东 我的演出7点就展开了呢 一到会场就看到我的大海报 每次来台东演出 都有意想不到的全新体验 这次竟然是在一个佛塘演出呢 而且听说台东市长也来了 还有一位最年长的96岁听众 我感到好荣幸啊 非常感谢张校长还有林一元再次的邀约 演员会后他们带我上山喝茶看夜景 继续聊着今晚的演出 他们都说最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首 小王子与玫瑰花 这是我19岁时候的作品 没想到他们都说听到流泪了呢 单纯真是最珍贵的品质啊 一天早上我在一个花园里醒来 推开窗 简直落入另外一个梦境 小王子与玫瑰花 そ一是有点凶 真的要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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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笑的學長 西國文春皇家音樂室店內 拿到了鋼琴做事 他就開始在工作 大概三十幾個月 他出的CD呢 成品初級 五點音樂的第一名 嗯 他們花瓣的味道好美 然後你還要說什麼 孩子們好專注 而且熱烈的發表他們的想法 好感動啊 看到孩子們踴躍的發表 閃爍的眼神 我覺得一切都好有意味 拜拜 你們好棒 拜拜 每次來到台東 都給我滿滿的幫忙 你沒有 雖然行程很趕 雖然是我一直在分享 但我覺得我是收獲最多的那位 不論是三歲半還是九十六歲 音樂沒有界限 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有一種東西啊 它可以當提升跟簡潔力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是什麼嗎 可以 音樂 謝謝